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il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进程监视 什么意思 咱们看一下我对进程监视的必要性的描述 就是说Sails它在运行时 其实不是Sails 是Node.js 它在服务器段运行时 难免会出现错误 这时候会导致Node.js的进程的崩溃 进程一崩溃就怎么样 咱们服务就停止了嘛 对不对 那么咱们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就会用到进程监视的工具 咱们用一个工具 监视Node.js进程的运行 一旦发现它爆错了 它崩溃了 怎么样 就重新启动服务 再运行 保证服务永远进行 这个就需要用到咱们的进程监视的技术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好 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就一个Sails.js生产环境部署时 如何做进程监视的设置 这个在咱们这个开发环境中 其实还真就不用 仅仅是生产环境时才用 好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实战演习 咱们先推荐您一个进程管理的工具 PM2 不是2.5 是PM2 这是它官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和PM2.5老混 大家请看 这就是PM2进程管理的工具 非常非常好 我现在在我的项目中 都用这个工具进行生产环境的进程管理 隆重推荐给您 好 回来 咱们看一下它该怎么用 首先说 咱们就安装一下这个软件包 一般是这个Mac和Linux的朋友推荐您加SU-DU 为什么 因为它要往全局的Node库里面进行安装 我现在是Windows 所以说不用加SU-DU 咱们这样就能够安装 然后一回撤就安装了 因为我系统已经安装完了 所以说我就不再安装了 我给您看一下我系统安装的版本 PM2-V 来看一下它的版本号 我现在安装的是2.10.2 这现在是最新版 然后用-H看一下它的各种各样的帮助文件集 OK 那么咱们安装完之后该怎么使用呢 非常简单 咱们以前启动咱们的这个MyWeb 这个用程序的时候该怎么启动 以前咱们用到的是 我待会给您敲一下吧 以前咱们用到的是 Sales Lift 能够启动对吧 但是这样的话 咱们可就没有说用进程管理工具包进行监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开始咱们就不再用这个命令了 用什么 用PM2 Start 然后加上咱们的App.js 以前我跟您说过 在这个MyWeb下面的这个Sales的应用程序 真正的入口是App.js 所以说咱们调用PM2StartApp.js 就能够启动咱们的应用 咱们试一下 我就这么敲 PM2控格Start控格App.js 回撤 大家请看 它已经启动起来 因为我现在是Windows版 所以它给我提供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不用管 它已经起来了 然后咱们用PM2Lease 来看一下咱们现在同时管理的哪些进程 目前只有一个 它的ID号是多少 是零 现在状态是在线 没有问题 使用内存数 CPU数都能够看得到 没有问题 OK 回来 然后咱们想停止这个进程 该怎么做 现在大家请看 现在是启动了 已经13秒了 咱们再例子一遍 启动已经33秒 没有问题 OK 比如说咱们是一直启动 启动了5天 10天 两个月 三个月 都无所谓 有一天说 咱们想做服务器维护 要把它停止掉 该怎么做 用下面这个 stop 加上它的ID 这个ID 或者说加名称也可以 咱们就加ID 一般我习惯加ID 好 咱们试试一下 PM2空格 stop空格0 来停止掉这个服务 大家请看 stop it 红色停止掉 对吧 然后咱们在PM2空格list 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确实停止了 没问题 但是进程还在 仅仅是说它不再服务了 OK 接下来 我想它再服务怎么办 咱们再重新resort 再启动 然后再跟上咱们的ID号 大家请看 刚才那个窗体没有了吗 对不对 那么我再启动 PM2 restart 重启动 0 Go 这样的话呢 大家请看 这个窗体又出来了 这个不用管 这是它后台一个程序 这个窗体吧 在这个Linux和Max是没有的 Windows下它就比较特殊 所以说出来窗体 咱们不用管了 这样的话咱们再次启动 然后呢 咱们再把它看 我现在想把它删除掉 该怎么办 一般安全起见 在删除前 先把咱们当前的进程 给它停止掉 stop 0 stop ID号 把它停止掉 现在已经停止 没有问题 然后 用PM2 delete 加ID号 把它删除掉 试试 因为现在咱们ID是0 对吧 这个地方是0 所以说咱们 PM2 空格 delete 空格 0 把它删除掉 咱们在PM2 list看一下 那就是没有了 那换句话说 咱们用这种方式来管理 Node进程 也就是说 咱们管理 Sales的 Web服务 这样它能够保证 这个服务 永远不间断 这是这个工具 给它们提供的好处 有朋友说 每次我都要敲 这个PM2 star 是太麻烦了 而且呢 我还得在这个生产环境 配置这个production 属性 这时候呢 我给你推荐一个 非常简单的做法 怎么做 把它看 编写部署文件 咱们呢 编写这么一个部署文件 server 然后pm2.json 在这里面呢 把咱们要做的 项目处置化信息 都填进去 它就能够帮咱们 自动启动 咱们都不用管 咱们试一下 我建议这么一个文件 这都是我多年工作 总结出来的经验 go 建一个json文件 然后把咱们 需要初始化的参数 考过来 没有问题吧 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服务程序名 刚才叫app 对吧 大家看看 刚才叫app 对吧 这名肯定不好嘛 咱们每个web程序 都有它自己的名称嘛 比如咱们这叫myweb 没问题吧 启动谁 是入口的js文件 端口号 无论是多少 1337 咱们可能根据实际情况 可能要很多其他端口 对吧 比如说8080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node的环境参数 是production 没有问题吧 咱们在这json中 可以进行指令 OK 然后咱们启动 该怎么启动 看pmr 空格 start 加上这个json文件名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试一下 pmr 空格 start 空格 server 不是写下 server-pmr.json 刚才咱们建立的文件 对吧 回车启动 试一下 go 启动车工 这个不管 咱们看 应用程序名 刚才叫app 非常不好听 现在叫myweb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运行服务器端时候 可能要同时启动 好多sales的实例 每个实例代表自己 不同的应用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 就会罗列出来 各种各样的应用 你说每个都叫app 这看着多别扭 对不对 所以说 给他自己一个应用程序名 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话 咱们就很灵活的管理 咱们每一个sales 或者说是每一个 node.js的进程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实用 而且说 必须用得到 推荐给您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如何做node.js 在生产环境中 做node.js 进程监视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理解 并活用 好 那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 给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